请问一下我给你们的这个范例呢 因为是大数据分析 你觉得多少才算大 100笔 很少 1000笔 不大 1万笔 勉勉强强可以算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就上完课 我们现在给你的是2013到2016 1万笔的记录在这里 当然相对的 我会希望到时候我们来去教 2017年资料加进去 这些视觉画图表 是不是整个都直接算完 这件事情是一定要知道的 当然是绝对是 你一直加入资料进去 他这边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图就画完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 画面就用一下 当您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现在拿到资料 这就是你的资料 请问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要分析什么 对不对 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的资料 有行ID 有订单ID 订单日期 发货日期 我还是要先从资料整理 开始跟你讲一下 什么叫资料清理呢 资料清理之所以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说 我们有很多人 他拿到资料 然后接下来是透过 反正就是人工来去 Key 资料进去 Key 资料的人 他可能有时候 一个谎神 他可能把那个发货日期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资料 是2013到2016 对不对 他可能把订单日期 输入了民国 民国 民国多少年呢 2013是民国92年 他可能输入了民国192年 有没有可能 明明他输入的资料是 应该是92年 但他输入的是192 或者是92 他不小心把那个9 来按到 按到02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错误 可能在输入上面 他是会出现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思考一下 如果说订单日期 在这个2013年1月1号之前 跟2016年12月31号之后 这个我们都设为是不合理的内容 例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年名 年名资料 结果他写他年名150岁 那这是不是叫做不合理的资料 或者他年名是负三岁 有没有可能 打字打错 就被记录下去了 所以这叫不合理的资料 听得懂吗 我现在不是讲不正常 不正常我们要去 他可能是一个 还可以接受 但是他可能是outlier 还有我们要去做那个一些 透过什么1.5个标准差之外 好来去做一个 就是说 踢掉或者是转换 或者是把它放回来 变成一个最长出现的一个数值之类的 这个叫不正常 那如果 如果我们的资料 把不正常不合理都处理完 这个就叫做资料清理 干净的资料 可以吗 可是很可能 通常我们拿到这些资料 都不去管资料干不干净 就直接做视觉化分析 就是直接做统计分析 然后分析出来的结果就直接 例如说长官看看 好像也没有很大问题 所以他可能就直接报告出去了 报告出去到时候发生问题说 因为资料没有清理干净 所导致的结果 到时候这可能会算在谁的 谁报告谁倒霉 听得懂吗 谁报告这个资料谁倒霉 问题是报告资料的人 那个资料分析不是他做的 那资料分析一定会讲说 这个资料分析 这资料也不是我的 那请问你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背 是资料拥有者 还是资料分析者 还是资料报告的人 分析人 听得懂吗 这个资料拥有的人 通常我们都是医生 我们跟医生配合 他的病患 可以了解 但是他会认为说这是他的资料 这不是我的资料 我总会有病人的资料 一定是我跟医生合作 医生提供给我 可是我要不要做资料 我要做资料分析 我就必须要先做资料清理 可以了解吗 资料清理是我做 不是资料拥有者 那个人做 是资料分析的这一个人要做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资料分析前面 只要是张的资料 你分析出来的结果 就是不对的资料 你只是在把那个张的资料 去解读成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而已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如何判断是 是张的资料还是不张的资料 你先从不合理开始来去做不合理的资料 举例来说 请问一下销售额会不会有负数 销售额会不会有负数 我卖东西给别人 虽然我还要贴300块给他 合理吗 不合理 不合理 我们要把那个-300变成什么 变成零 然后那个东西可能是叫做正品 他就不应该放在销售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就是你对销售额的定义 应该是这样 好 利润有没有付助 当然有可能会亏本还要卖啊 对吧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对于拿到资料 你必须要先有出负的 基本的不合理 看看有没有不合理这件事情 好了 接下来真的资料清理要花80% 真的非常重要 没有做过资料清理 我们来去看这个栏位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好多栏位 那我们现在应该就要 做完资料清理就要开始来想清 我要分析什么 我要分析什么 这边要 纸类别 有地区 有行ID 有利润 有折扣 有城市 有客户ID 好 你有没有发现 他有好多好多前面 都没有放任何字 这边 纸类别前面没有放符号 地区前面没有放符号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文字类别 什么叫文字类别 文字类别 它不是数字 你看像利润是不是都是数字 都是数字 它前面是不是放一个c个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通常你要去做数据分析 你分析的是文字类型 还是数字类型 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吗 我们当时针对那些数字 来去做分析 可以了解 所以你到底要分析什么 你就先关注 你拿到几栏数据 数字型的数据 例如说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利润 有折扣 有什么 数量 有销售额 有看到 就这四个 就这四个 那请问一下 那你到底要分析什么 那现在问题就是 你要分析的东西 分析给谁看 举例来说 你要分析给老板看 你觉得老板在意的是什么 你觉得老板在意的是什么 理论 对不对 到底我赚多少钱 对吧 你的 outcome 你的 outcome 他的眼睛只想看钱 你就一直告诉他说 我们这个iPhone卖的数量不好 我的iPhone然后达不到iPhone 11 卖的比iPhone 10的数量还少很多 你觉得他想要听这个吗 他更想要听 那个利润 我到底亏了多少钱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你一直在那边跟他讲 他不想听的 可是 如果他的主管是 生产不经历 你觉得他这样子在意数量 你觉得他在意获利 还是在意数量 还是在意销售额 生产部门的主管 他在意的是数量 对不对 你一直告诉他说 我们今年这个手机 卖的比去年好1.1亿 你觉得他喜欢听这些数字吗 他不喜欢听 他还不如说 你告诉他说 那卖的数量增加多少 因为他可以当做是什么 未来他要生产的数量的一个参考 听得懂 你要把这个资料给谁看 如果你今天的资料 是要发布给市民看的资料 他们的关注的重点 都不在这个地方了 这样了解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第一个 你拿到数据 你会一定要问 我要分析什么 所以你先看看那个数据内容 有多少 有多少 对不对 再来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到底要把这个报表给谁看 还有请你想一想 你的 outcome是什么 你的 outcome是什么 这样了解吗 我为什么要研究癌症 我为什么要研究脑中风 因为这个太严重了 严重到未来我们都很长寿 反正高血压没关系 你就慢慢吃药 也不会怎么样 我隔壁 那个 可是那个脑中风 哇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研究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想想 你要做的那个 outcome是什么 好 没问题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给老板看 老板看 那个最后那个目标就是 每一年赚多少钱 对吧 他应该很关心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这张图 这张图也很好画 因为以色谣也很容易画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画一下 你看 第一件事情 空白的地方 点一下 这个空白地方点一下 意思就是 我选择我要画图的位置 第二 我觉得最容易懂的图是什么图 是直条图 那我当然是选老板最容易看懂的图啦 对吧 再来 再来 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去画 各年的 获利 可以吗 各年 获利 所以 各年 什么跟年 是有关系的 日期 对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 各位要知道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所以你在解释你画完的图 你要补充说 我是以订单日期为依据 这样可以了解 多补充说这件事就好了 订单日期所以就打勾 勾选 勾选会吗 这边都是用勾选 就跟苏纽分析的做法是一样 再接下来 利润 所以是不是把利润打勾 你的图就做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吗 四个动作 刚刚我在空白这个报表 这个叫报表 报表里面点一下 第二是不是点直要图 第三是不是点订单 订货日期 它会自动把我放在轴 轴各位知道吗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这个轴 就是X轴了 还有利润 利润打勾 是不是它就会帮我直接画完结果在这边 好 请你先做到这边 我还不能下课 来 麻烦你们 四个动作 我们预计 10点40分 下课 10点40分之前的下课 四个动作 这边说没有分析 是不是都做出来了 对不对 你觉得老板只关心这件事吗 老板不可能只关心这件事情 他现在知道说2013年获利多少 2014年获利多少 2015年获利多少 2016年获利多少 这我想他还想要知道什么 我刚要教自动分析了 你不要太纠结那个数值 我们大数据分析 不太会去刻意的 不太会刻意的 就一定要把那个标签呈现了 这下集后我就会教你 可是我们在意的是自动分析 因为我不懂分析 那如果这套软体 他就已经做到自动分析 是不是很棒 对吧 好 来我们来看他的自动分析 而且根本就不是你在算 马上他就帮你算完了 来画面就 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什么 这都很重要 例如说2013年到2016年 其实每一年都是有获利的 基础的获利至少都在0.35个百万以上 其中它是逐年增加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我们看获利率 是2014年到2015 它的成长率最高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 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2015到2016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通常这一张图还不够说明 还不够说明 绝对来说好了 你不能跟 大家讲说 从前讲故事 你不能这样的 从前从前有一个白马王子 白雪公主 然后他们结婚了 生了小孩了 你不能直接这样讲 你不能把那个中间 就直接把那个结果讲出来 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 例如说在这里面 它成长 那你要解释这个成长给别人听 你觉得老板他想不想知道 那个成长到底是哪些产品成长 到底是哪几个客户的成长 对不对 那如果是衰退 有可能衰退 那你觉得老板会不会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几个产品卖的不好 我干脆就不要卖 听得懂 好 这就叫自动分析 你不能只分析到这边就不做了 好 那怎么做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 2014到2015 它是不是有成长 滑鼠右肩 这边是不是有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可以吗 点它 它当然就是做2014跟2015 然后它的增加分析 你看 你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栏位 它就全部都分析给你 你看 它说什么 它说 如果说我们以产品来去看 产品来去看 有看到 2010到2011 主要产品增加最多的是键盘 有看到吗 那你是不是会想要看 那 怎么变我这边跑得很慢 好吧 反正这就是2011 2010到2011 就好像标错了 等一下 我先离开 这只是它 这只是它举一个例子 它只是举一个范例 可以吗 好 我先把这个说明关掉 关掉 好吧 那我先重来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它要解读我们的资料 你看 你看 我什么都还没有做 我只做2013 2014 对不对 2014到2015增加 以东北地区增加最多 再接下来 那个获利 获利 以哪一个产品增加最多 影印机 哪一个产品衰退最多 器具 你觉得老板 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需要吗 我看到这件事 我就 我好感动 都快流眼泪了 这样我的学生 只要他在问我说 老师怎么做分析 你说你就直接做这张图 然后给老板看就可以了 听听懂吗 这都是老板想知道的事 他就会想 反正器具卖的不好 我就不要卖器具了 对不对 总比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去报告来的好 你现在已经可以报告 什么类的产品卖的 而且他都帮你算完了 你看 在2014到2015的变化里面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 类别 技术最多 技术类最多 再来就是 这边是 以自治区来去看 哪一个自治区 福建 有看到吗 2014年的主要的 那个省份 以福建最多 黑龙江第二高 好了 方引 分析完这件事 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老板在脑海里面的布局 我到底应该怎么布局 第一期外 怎么不是上海 怎么不是沿海地区 福建市 但是黑龙江 配龙江好像黑马这样子 串起来 这个是不是可以 可以要去由人跟人来去脑力激荡 可以了解 机器很会做的事情 我刚刚只用滑鼠肉件 两三个动作 是不是自动分析就做完了 可是后面的事情才是重点 可以了解吗 换你们做了 然后我们就要下课了 马属右键 点2015年 为什么点2015年 是因为它增加率是最多的 然后说明增加 刚我只是给各位见识一个 新东能7月份 7月还是8月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然后带的是MAC MAC不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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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出 IoA 它只出IBM 作业系统能够享用的 这个版本 MAC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没有 但是我一回来听到 哇这好棒的新功能 所以你看我第一个就开始介绍 什么叫做自动分析 直接就告诉我们说 哪些 类型的资料是增加 这对老板来说太重要了 它到时候知道哪一个大客户 从大客户变成小客户 月饼都会变成就是原本送两盒 后来变成 例如说只送一盒 就是它会有它的策略在里面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继续看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首先我想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就先结束 我们来去 来去新增一个视觉画报表 这个报表 就是点这个加 当我点了加之后 你增加了到第二页 好首先在这个画图的这个里面 我们重新来去画 各年获利分析 因为老板最在意是各年获利 所以点一下空白键 然后直条图 为什么选直条图 是因为大家都最容易看懂的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直条图里面 点选什么 点选订单日期 因为我计算依据是订单日期 来去做计算 他就自动勾选这个订单日期 他就放到轴里面 然后当我点了利润 他就会放到值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各年的利润总和是这样子 好我想这样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做跟刚刚一样的做 一样的图或类似的图 其实你可以delete掉 直接把刚刚这一张图复制 复制 滑鼠右键点它 复制 复制视觉效果 然后到第二页贴上 直接点这个贴上 可以 好 我现在 我现在 这张图很单纯就是复制贴上 这我想你一定都会做 那我们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字都小小的 毕竟是视觉画报表 我们应该要学会把这个 把这个格式 稍微做调整 格式在哪里呢 针对这个视觉效果 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蓝位设定 第二个就是格式 点选格式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X轴 这个X轴就这一个 所以我们把X轴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我们 例如说设到14字形 14字形 色彩代称 例如说黑色 好 这样字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再来 X轴 缩小 那这边是不是有Y轴 Y轴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大小 改成大一点 例如说14 这边字就变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这个字的颜色 这个我比较喜欢深一点的黑色 我比较喜欢深一点的黑色 这样子颜色是不是比较深一点 好 这就是各年的利润 Y轴的格式调整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资料标签 请把它打开 这个资料标签我看到 0.62个百万 从0.47个百万 增加到0.62个百万 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资料标签这个字 会不会觉得很小 会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所以呢 是不是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资料标签的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把字大小改大一点 文字大小 然后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 改成黑色 还有 有同学他会说 我不想要呈现百万 那你不想要呈现百万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千 是不是可以用5 是不是那个小数位数选择0 我不要小数位数 可以吗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这套软体是Microsoft开发出来的 所以他当然是用那个外国人习惯的单位 就是三位一匹 三位一匹 有没有千跟百万 有啊 千跟百万还有十亿 所以比如说点选百万 点选百万 好 然后小数位数 这个时候 建议给他 比如说一位 这样他就呈现0.6个百万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如果说主管 你做好这个资料 要主管来去报告 他可能只要报告 0.6个百万就好了 你不要让他报告什么 62万2432 这叫做报资料 如果你的主管只是为了去报资料 那不如就直接就把数字丢给那个电脑 电脑可以自动转语音出去 主管应该报告的是资讯 例如说他就要报告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年的获利都是有的 而且都高达0.4个百万以上 尤其在2015年 他的获利率是最多的 可以了解 获利的量是0.6个百万 然后获利的成长率是特别高的 大概有20%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在讲的内容 这都在报资讯给别人听 而不是资料 什么叫报资料 报资料的话 报资料他就会这样子念 2013年 获利375311 2014年 473352 2015年 获利622905 2016年 获利684991 你觉得你的主管要去报这些资料 给他的主管听吗 千万别报资料 我们要学会报资讯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好多同学 他就说就是要把这个数值显示 显示成 例如说那个阿拉伯数字 我认为说那就是在让主管报资料了 所以千万记住 我们要请主管报告的绝对不是资料 而是资讯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主要是要教你 主要教你这个格式 格式的调整 好 那现在就请各位动手来去做一下格式的调整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现在会有这样子的资料 你现在一定会想说 这件事情以资料都做得到 对不对 他没有自动分析 但是画这张图以资料 能不能画出来 当然可以 这是大家都会画的事 可是接下来我要讲以资料做不到事 也不是做不到 他就是很难做到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之所以会把格式先教 是因为等一下我要讲那些数字 会比较明显一点 方便大家来观看 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在这张图表 这张直条图下面 下面是不是有 1234567 7个7个选项 这个选项叫做更多 更多 好 这个7个选项很抱歉 在那个手机版是不会有的 因为他们 其实他们应该也会有 对 手机版也会有 好 所以这边好好学 这是向上 向上 向上就是呈现资料 他把向上来去呈现 那这个叫做向下探索 向下挖掘 那什么叫做上下 比如说以时间单位来去看 时间单位是不是有 年 他的下一阶是不是 季 这下一阶就是月 月的下一阶是什么 星期 星期要自己写 可以吗 这绝对自己写得出来的 好你不能说什么 那我就不会写星期一星期二 判断星期一星期二的方式 是不是用week day 就是easeal也是这样做 好 那我想你们 在座一定有人有能力写出来 他是星期几 因为有时候 有些资料分析 我们要分析 周几要设为什么 电休日 那都是有原因的 好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叫日期阶层 既然他有日期阶层 这是连续性的资料 2013到2016年 那他 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探索 所以呢 在这边有一个往下箭头 两个往下箭头 还有 连续向下探索 连续向下探索 好 那这三个都是向下 那我要先介绍的是 这一个好了 我先介绍这一个 连续向下探索 点他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 2013年 这叫2013年季度一 季度一知道吗 就是年跟季都呈现 2013年季度一 2013年季度二 2013年季度三 2013年季度四 2014年季度一 有看到 他是不是就直接帮我分析 我只按了一个按键 以下这张图 照样可以做出来 对不对 你觉得我给你多久时间 你可以做完 10分钟好不好 假设你以下够厉害 10分钟做出来 假设你够厉害 其实我 我大概5秒就做完了 我说用以下 可是我现在在这边 我用几秒 我只用了按一个按键 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你一定要会 你是不是可以做连续性分析 好 你看到什么 你现在看到什么 你不能画完图整次完技术 好棒 然后剩下画完图了 好 老板我画完这张图了 请你过目 天哪 你不可以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 你随便画作图了 难道你自己给你解释的能力都没有吗 或是判断它到底 评检的能力一定要有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家公司 它有 它有什么 周期性 周期性知道吗 周期性 你看 慢慢增加 然后过了一个冬天 它就下降了 慢慢增加 到了1月 是不是又下降下来了 到了第一季 是不是又下降 这是不是就是周期性 而且 这个周期性 是逐渐的往上增加 可以吗 你觉得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吧 你不能画完图之后 你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公司是希望永续经营 就是逐渐越来越往右上跑 它确实也做到了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不禁可以去询问 如果你想要为这家公司更好的话 你是不是希望就是说 第一季的获利能够拉高一点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想什么策略 来去提升它 可以了解吗 你看 按一个按钮就做出来了 这个是电脑之前很快做的事 可是后面这件事情 一定要靠人来去做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假设你听懂 我只按一个按钮 那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再按一个按钮 它是不是去做年跟月 它是不是做年跟 年季月 你看这是不是2013年的 1月 2月 3月 4月 有看到吗 然后 5月 6月 7月 July 7月 August 8月 September 9月 October 10月 可以 依此类推 这个就再往下一阶 连续 这边这个连续 看得出来 连续 好 请问你看到什么 我画完图拉 那你看到什么 刚刚记那边 我们看到什么 这边 月这边理论上是看到什么 而且会看得更细 我太建议你把这张图绣出来 给主管看 看你的资料金 你不要给主管看太细的资料 可以了解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发现 就是说 1月到4月 它是逐渐的下降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逐渐 这边 逐渐的下降 然后这边逐渐的上升 然后其中7月是很奇怪的 因为你看 两个高峰中间就是会有一个很低的数字 难道说超市跟7月有什么关联性吗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关心 可以理解我在说的意思 就是当你今天看到现象 这是视觉划分 这是大数据分析 很容易做到的事 可是接下来你要怎么解读资料 就是像例如说你们科长 没有一个同事要提供 你去那边画一画 可是我不会解释 我不会解释 我明可不要解释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你不能随便乱吓人 听得懂 像例如说 你看健康检查报告 如果医生跟你讲 你这个是红字 我跟你讲 你看这周都寝食难安了 我太太就是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要不你就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那画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很简单 可是我不会解释 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要靠在座各位 不过这种图 我觉得 我觉得 你会发现到 建议不要给主管看 可是你自己要去看 自己要去看到 你看每一年的7月 这是不是7月 这个2月 2月那这边的7月 在这里 July 这边的7月 这边的5 6 7 这边好像就有点上去 那这边的8月就很奇怪了 可以了解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我只是按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只是按了两个按键 可以吗 那能不能往上 再往上 再往上 可以吧 这个叫连续 连续 看到年跟季 这个可以看到 年 月 这是可以看到年月 好 所以往上 向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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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你们先了解 这两个案件 这边一定要听懂 因为等一下我再介绍同期礼教 哇 那礼教很难做 这边马上就做出来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是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因为他回到最上层 所以他这边是灰色 他不能够再往上了 他回到这个日期阶层的最上一阶 就是年 好 然后我不知道地震有没有双年制的 双年 就是两年为一个单位 为一个周期 我举例来说好了 像那个乳癌腮解 肠癌腮解 两年免费做一次 那个周期就是两年 可以了解吗 就是这两年你只能去做一次 跟地震我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边都要靠写韩氏 来去做到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当我现在点选 这一个 第三个 第三个 叫做 多 这叫做多 这叫连续 连续有知道吗 是不是年季月 这种连续性 它都会成 但是这叫多向下探索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很多个年的第一季都放在一起 加种起来的结果 这个是什么 所有第一季 2013年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加2016年第一季 的总和在这里 2013年第二季 2014年第二季 2015年第二季 2016年第二季 在这里 可以吗 我应该就不用像那个 念双皇把那剩下的东西都讲完 什么塔上有塔 塔 什么端塔 汤汤 什么什么 好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好 那这个可以做什么 淡季旺季分析 什么叫淡季旺季 这边不就看出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在淡季的时候 就是获利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 获利可能会跟什么有关系 那我们是不是广告 请问下广告上下载 获利低的时间 还是获利高的时候 获利高 主管 主管 我今天爱屋及屋 至少要已经有很多人来用 你才会爱屋及屋 获利低的时候 那就会就是 做一些什么促销 你打广告 打广告就是 来买的人 他就是会来买 所以那会再增加你的移业 但是 这就牵涉到 我们有什么红海策略 蓝海策略 很多种海的诗文 这不一样的诗文 当然都有道理 在各阶段都有道理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个 也许 也许 你现在的策略是这样 你要想出策略 淡季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旺季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但是前提是 淡旺季 马上就做出来的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要把策略 淡季的时候做什么 旺季的时候做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听懂 那再接下来 你看 那有没有淡旺季的分析 你看 像这张图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 最奇怪的是 七月 两个高峰中间 就是 例如说 六月 八月 获利都很好 为什么只有七月降下来了 那二月 二月是不是因为天冷 因为这是在大陆地区 大陆二月比较冷 所以销售额低 销售确实不高 天气冷 你会不会想要出门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 这边你要提出一个理论 我们公司的政策 可能是因为 销售额高 获利才会高 要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二月 我们可以知道 可能会是这个原因 那七月呢 七月 鬼月 所以大家都不出门 不去超市买东西 这是不是也蛮奇怪的 我们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 你不能只看到现象 你看到现象 我觉得 有人就是没有天赋异禀看现象 真的有人也看不出来 同样都是这种痘 那个 达尔文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痘子的生长 跟另外一个痘子的生长 好像跟上一个世代是有关系的 听得懂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观察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七月 没有说好了 我在报告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会说 在那个 就是 获利月份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二三四月 还有七月 它的获利是相较于其他月份比较 是比较低的 那五月 六月 八月到十二月 获利都是蛮高的 可是呢 其中尤其七月 它在两个获利高的月份之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动手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做什么事 就是 教过了 上一节课 唯一教过你的自动分析 你要是真的不知道 你就用滑鼠右键 对不对 现在就要去看减少 到底是哪几个项目减少 对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你看 为什么我要 这个是新功能 你那时候绝对没有听到 七月还是八月才增加上去 你是不是知道 这边就要按滑鼠右键 这老板 特别想知道吧 对不对 特别想知道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就要按滑鼠右键 来去做什么 滑鼠右键 然后分析 说明减少 你看刚刚是增加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要去看减少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 说明减少的情形 你看 June是六月 July7月 你看 这边是不是相对都是减少 你要去看 华北地区 以地区别来看 华北地区的减少 特别多 然后再过来 东北 是不是越北 越 多 因为天气冷 不是啊 七月不会很冷啊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更加刺激你的想法 所以你们觉得 这个场景好不好 还不错吧 好 记得这个是什么 向上 向上 好 这个就是多向下探索 他就会把那个很多个 例如说季 整个季 全那个 跨年的季 全部都放在一起 那这个呢 这个是单独你去看 某一年 举例来说 你 是不是会觉得说 这一年 这一年是不是增加很多 对不对 我想要去看 这一年啊 到底是 哪一个季 增加 特别多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可能是 一到二 第一季跟第二季 这边是不是增加的比例高 然后第三季跟第四季增加比例高 好 那例如说我关注的是第四季 第三季变到第四季增加比例高的话 那我就一样再点一下第四季 我就会看到是10月11月12月 主要是11月到12月的增加 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滑鼠右键去看 说那个第四季的11月到12月分析 分析里面去说明2015年 他这个什么产品增加特别多 帅不帅 反正我都已经点了 就是他右近的底下 左近的底下 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主要就是 华东地区增加很多 但是请注意哦 西北地区衰退的也很多 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冷 因为这已经到12月了吧 对不对 12月 好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都是比较 你看我只是按几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的 我听懂哦 所以可以去做淡系忘记分析 可以去做单一的向下探索 也可以去做那个连续性的分析 这连续性分析很重要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因为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已经给你们了 做几个按键就做出来了 可是做出来你要针对看到的结果 来去思考 问题点 现象是什么 然后 那如何解决 这才是 这才是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在 去年我才会 可力的去安排 我认为说 做图 这已经是很简单的事了 可是你要看 然后发现现象 希望就是说 日后你们也可以看到现象 然后想可能的原因 然后去跟 去想怎么解决 然后去跟你的主管来去讨论 那些绝对是重要 非常重要的资讯 我们就期待了 好 所以这个叫做 连续性分析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第二页 最好是回到 回到最前面 然后这个关掉 好 把第二页名称改成 例如说 连续性分析 你知道连续性分析 刚刚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 但是这个连续性分析 通常我们会加 趋势线 趋势线 好 那趋势线怎么画呢 这边 这边是不是2013年 2014 2015 2016 所以 所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趋势线怎么画 在分析这边 连续分析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趋势线 然后加入 有这条趋势线 你可能会多讲一句话 就是它有逐渐增加 逐渐成长 对吧 好 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用趋势线去辅助说明 好 请你们为图表增加趋势线 它放在分析里面 你只要点一下分析趋势线 然后加就做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交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老板关不关切 2015年跟2016年的差异性分析 或者是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比较 好 好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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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